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偉安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第二次來東京必須去的十個旅遊景點 為什麼會是第二次呢?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有介紹過 第一次東京旅遊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搜尋看看 那首先我們先從自由之休開始吧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這次挑選的景點 有別於第一次的觀光大典 都是屬於次級戰區 但其實對於已經來過東京的人來說 在這些地方探索更深入不同的東京 會是我們推薦第二次的十個景點的最重要理由 自由自修這邊最知名的是日系雜貨還有甜點 那這邊的日雜從便宜到高單價都有 包含了日系可愛風的日用品雜貨 設計精緻的居家用品 甚至是懷舊風的二手商品都有 特別是鐵道旁的Trenchy集合了許多的店家 甜點只有高評價的Pâtisserie Pâtisserie 還有Mont Blanc 還有Peter Rabbit Café 以及以紐約街角烘焙坊為概念的Bake Shop 最後有時間的話 記得到當地有名的小義大利La Vita 拍一張訪威尼斯的網美照吧 我們現在到了吉祥寺 從車站走路走十分鐘 即可到達錦枝頭N次公園 那這邊的腹地廣大景色優美 在櫻花季的時候 這個公園會布滿滿圓的櫻花 另外吉祥寺這個區域 也曾經被評選為 東京最令人想居住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秋天的天氣來 真的是最舒適的喔 吉祥寺是一個悠閒又舒適 適合一日遊區 在車站的附近 就有很完整的購物機能喔 它包含有商店街 小店以及百貨公司 來到車站旁邊 就是Sun Road的油頂商店街 是另外一個商店街 叫做Daya街 那吉祥寺這邊呢 也有不少好吃的小吃喔 我身後這一家是吉祥寺知名的 鯛魚燒天鷹 我現在在排吉祥寺知名的 Sato Menchikatsu 我現在在排吉祥寺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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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Menchikatsu 東橋最推薦的湯咖哩 有吉烏拉卡列寵萊在吉祥寺也有分店喔 我們來介紹周末黑代觀山區域 周末黑是一個富有文青氣息的地方 那一出車站就有一個鳥屋書店 周遭的區域有非常多知名的咖啡店 像是Onibox Coffee Starbucks Reserve Road Street Sidewalk Stand 以及Streamer 最知名的木黑栓很適合散步 在櫻花季的時候兩旁的櫻花說是熱門景點 附近的區域也有不少的小店可以去探索 那記得來吃吃看這附近的燒肉店 像是Fushigoro Banbina 接下來帶大家逛逛惠比秀 惠比秀跟廣偉這個地方呢 給人家一種很都會時尚的感覺 那惠比秀這個地方呢 除了很多百物公司以外呢 還有很多特色的小店跟富士店 那蠻特別的是啊 這裡同時也是燒肉的基站區 東橋推薦幾家燒肉店 像是Ushimitsu Koraji 還有Kintan燒肉 從車站走路大概十分鐘 可以到Ebisou的Garden Place 那這邊有免費的觀景台 Top of Ebisou 以及米其林的星級餐廳 侯布熊 那如果你冬天來的時候啊 還有燈飾可以欣賞喔 接下來這邊是古根籤區域 古根籤區域呢 就是古宗、根金以及千頭目一帶 古根籤地區由於地理位置相近 而且都具有夏丁的懷舊風情 因此很適合安排在一起遊玩 在我身後就是古中銀座商店街了 帶大家去逛逛吧 古中銀座商店街 這裡有很多特色的商店 像我後面這家就是在賣二手的和服 這是商店街你們的炸物店 SZUKI 的 Menchikatsu 這邊是前往千頭目站的路上 大家在散步的時候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可能會發現一些有趣的小店喔 像我身後的這家TOKYO BIKE RENTALS 它就是有出租腳踏車 然後也有複合咖啡 還有它們一些精選的雜貨跟小物 最附近還有明治八年創業 濃濃下丁位代表的橘劍仙貝 最後帶大家來到耕晶地區 看看歷史悠久被選為東京石社的耕晶神社 跟金神社這邊啊在十二月的時候可以來賞明慶 然後呢它這裡也有一個特色的像京都的千本鳥居 我們現在到了日本橋三月前區域 日本橋以及三月前區域啊 不但有歷史、美食以及購物 但卻不會太觀光 建議大家可以花點時間在這周遭的區域散步 購物方面的話呢 這邊有Koredo市庭以及市庭Teras 也有剛剛提到的三月百貨 還有日本橋、高島屋等等的百貨公司 這邊購物商場之多啊 居然連台灣的成品都有耶 美食的話呢 我們推薦在Koredo裡面的玉屋金翅 然後還有開業超過八十年的泰銘軒 哇 然後街逛淚的話也可以到Mitsui Garden Hotel喝下午茶 看到了今天竟然要現場鋼琴演奏 好看喔 歷史上的日本橋新建於1603年 可以算是日本公路網的起點 而日本的第一家百貨公司 三月百貨也在這邊喔 歡迎大家晚上來這邊散步 因為還有打燈光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我們現在來介紹清晨白河 清晨白河跟週末黑有點像 都是一種文青與設計風格的地區 這邊有不少特色的咖啡店 像是Iki Espresso Blue Bottle Bounty Cafe 以及O Press 景觀的部分呢 我們推薦東京九庭園的清晨庭園 以及在榆田川河畔散步看夕陽 車站附近的話還有身穿資料通商店街 它是一條富含夏亭風情的商店街喔 建議吃了蛤蜊滿點的身穿府辦 順便到身穿江戶資料館看看江戶時代街道重建的模樣吧 我們現在來到神樂坂 神樂坂這邊又被稱為東京的小巴黎 那很多法國料理比方說La Tuella跟Latlas 還有一家可樂餅店 Ruburu Tani 在主要道路的上下坡兩旁 有不少小吃 像是大野屋的炸牛肉餅 還有五十番的包子 我們另外推薦可以看到運河 以及電車的CAMEL CAFE 這個小巷弄以石板入文名 有許多拍照的好地方 由魏英武設計的赤城神社 也被譽為最時尚的神社 推薦大家去走走光光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區域是中野高原寺 高原寺這邊呢 是一個充滿文青以及嬉皮的區域 然後這邊有著名的純情商店街 另外呢在這周遭的巷弄附近啊 有很多特色的居酒屋以及餐廳 然後呢這附近有超過一百家的古卓店喔 而且離西數實在很近 坐在這邊的飯店很方便 我們現在來到高原寺的隔壁站 叫做中野 那來到中野呢 不得不提一下Nakano Broadway啦 Nakano Broadway之名呢是鐘錶 然後動漫周邊的商品 比方說公仔、CD以及漫畫書 我們現在到了夏北澤 夏北澤是東京的杭阿南的二手藝區 在周遭平行的巷弄中啊 充滿值得挖寶的二手藝還有飾品的小店 建議大家這邊慢慢散步 尋找自己喜歡的店家 這裡是咖哩的基站區 有三家東橋推薦的咖哩 分別是 很多豬拉咖哩三日月 三日月 還有Magic Spice 有大人切的鬆餅店 Flippers 還有一些其他特色的甜點店喔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第二次來東郊區的十個地方 敬請期待第三次 我是寶寶 主人 大家下次見 拜拜 還有第四次第五、第五、第七個地方 總共 begin